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原全国桥连主席专延林宣布大会开幕 我宣布首届世界关爱论坛现在开幕 请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晓东同志做主题发言 这次首届世界关爱论坛的主题是关爱环境关爱生命 这个主题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我们中华环保联合会大力支持这项活动 同时我们也引起的希望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环保民间组织 更多的公众共同参与这项活动 共同的来建设我们女色环保的理念 低探生活光是女色经济发展 共同实行建立减排 来建设我们资源学习关于和社会 关爱无国界 关爱将永恒 在这个地球上每一天 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失去亲人 失去朋友 人类的生命在天灾面前显得无比的脆弱 关爱环境实际上就是关爱我们自己的家 有了家园 我们才有能力去探讨生命的话题 因此 我们联合将近一百家单位共同倡议发起 将每年的七月十七日设为世界关爱日 也就是明天 在这一天 我们所有人都要静下心来想一想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能为身边的人做什么 关爱其实源自生活的点点滴滴 您的一个小小的行动 将唤起全社会的大爱 再次感谢共同倡议的将近一百家单位 你们的善举必将再入使策 我们在佛教界常读到的就是说 万事万法是为心所造 那其实我相信地球目前一直不断地在升温 跟我们整个地球的人类和人心 不断地浮动 躁动 应该也是有关系 过去我们一律在物理界来看 地球的变化 在这个当口 其实我们应该反思到心里里面 我们心里面确实也可以整个改变地球 跟宇宙的一些变化的 我们不应该小看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面小小的善念 也许这个小小的善念 就可以改变这个地球 所以行善不需等到就是你功成名就 而是说你只要有一份简单的善念的话 你就可以一起来关爱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人 就是觉得让儿童从小有一颗心 让他能够知道去关心别人 从小大大 就是从无到有 从小大大去慢慢地让这颗关爱慈善的心 跟着他一同成长 下面请著名佛学大师 老荣五名佛学院大法师 上海词汇公益基金会 名誉理事长 索达级刊部发言 好 各位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因要参加 书记世界关爱论坛 我很高兴的原因 有两种 第一个是 我们的主题是关爱环境 关爱生命 这是我长期以来非常关注的事 第二个是我们今天所参与的 所有的领导嘉宾 慈善家 企业家 全是心里应该想做善事 帮助一些刚才陈秘书长所说的 我们在这个身边的很多的一些无价客归的流浪者 我们在这个身边的无价客归的 牛叔的儿童 还有孤寡老人 还有等等非常可怜的这些人 这些人我们需要关心 需要帮助 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 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向着自己过得非常快乐 即使有能力 有权力 有财富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关心身边的人 没有关心社会 所以我在想参加这样一个论坛 要研究这样一个主题是对当前的社会来讲非常重要 也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我向世界各个来的嘉宾应该都有共同的一个愿望 这共同的愿望就是说我们的地球面临着如此的危机 我们的人和动物的生命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威胁 在这个时候有三知识应该站起来帮他们说话 应该关心这样的事实 所以我在想我们从我佛教界的观点来看 是我们首先对生命的关爱 关爱生命 关爱生命不仅仅是我们关爱人的生命 一定要关爱所有的众生 关爱所有的众生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每个众生都珍爱自己的生命 最可贵的什么就是生命 这一点汉地非常著名的年事大师 他在《方神戒纱文》里面也说过 说世间之中者就是生命 世间之中者就是生命 天下最残者就是杀生 也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当中最残忍的 最残忍忍忍的什么呢 就是杀生 不管是人类 乃至所有的世界的动物的造杀 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很多的动物的这种参赏呢 人们如果摸不关心 没有量知 没有量知 有些人认为动物的参赏 跟我们的人类的参赏是不相同的 因为他们不会说话 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性质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在18世纪的四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 叫边庆 他说过 他说问题不在于他们有没有心智 也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说话的能力 而关键在于他们有没有感受痛苦和快乐的能力 这一点非常重要 请诸位一定要记住 要关心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动物他们都有感受 如果我们杀害他 他非常痛苦 如果我们爱哭他 帮助他 他很快乐 所以我们人类不应该对这些低级的生命 进行摧毁 进行践踏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凄惨 我们佛教的观点 罗蒙菩萨在《大志斗论》当中说过 诸鱼最重 杀生最重 诸功德重 不杀地 也就是说 所有的事件当中的罪恶当中 杀害其他生命的话 这个罪的罪过是最严重 而所有的善事 所有的功德当中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介绍放生 这个是最重要的 刚才秘书长说 我们通过本次的会议 常语 7月17号是世界关爱人 我想非常有必要的 其与弃应该是亲与弃 那么不仅是我们亲一亲身边的人 同时也要亲一亲我们的动物界 7月11号的时候 我希望世界各个的有三知识 应该呼吁当天放生 当天让很多的杀生等种的这些众生 让他们介绍出来 这个跟我们人完全都是一样的 完全都是一样的 这一点 现在的 因为我们的世代 还没有进步到那样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真结和科学结合 都已经认可 所以我们逐渐 人类应该要去向这样的发展 我记得以前 有一次的联合国 地球分会的一个 92年的一个会议 有一个12岁的孩子 他讲了五分钟的精彩的演讲 当时所有的会场就沉默不言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孩子12岁 但他说 我今天来到这里演讲 不是我为自己 而是在所有世界上饥饿的孩子说话 因为他的哭声没有人听到 他说 我今天来这里发演 不是为我自己 我是为田下所有的造杀 树打造杀的这些动物们而说话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去躲的地方 他们没有躲避的地方 所以这个话 我觉得是我们世界有善良 人应该值得关心 为什么我们现在 人类到了21世纪的四核 如此的灿绑 对身边的所有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 除了人以外的 都肆无忌惮地 去摧毁他们的生命 这一点 既不惑我们的佛道 也不惑施检制道 斯洛维亚的前总统 他是一个硕士主义的 伟大的思想家 那么他对动物的这种造杀 激起的反对 而我们现在很多人们 一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今天 正此忌讳 呼吁世界各个各界人士 一定要参与我们的 关爱生命的活动来 关爱生命 既要关爱我们人类的生命 也要关爱我们动物的生命 如果我们能关爱生命 再能关爱这个环境 因为环境就是我们人类 心灵的一种范围 我们在座的都是地球的医院 关爱生命 关爱环境 都有一不用此的责任 谢谢大家 感谢所大纪上市的这个精彩发言 下面我们有请台湾佛教慈祭基金会 曾云基主任 做精彩的发言 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 是创办于1966年 是由一位出家师傅 正言法师创办的 到现在已经有45年的历史 在这个45年过程当中 我们有四大之业 也就是慈善 医疗 教育 跟人文 在慈善之业 以及医疗之业方面 我们相信这是关爱生命的尊严的部分 我想生命不仅仅是 我们存活在这样的一个地球 更重要的是如何来体现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 那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学校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教育志业 还有人文志业这个部分 来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得以升华 能够更有智慧的来体现 来过好我们的一个人的人生 我相信在这方面 不仅仅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是关怀到所谓人类 以及说其他动物的生命 其实我们子系基金会呢 也更关注就是物质的生命 希望他们的生命呢 如果还有在利用价值呢 我们把它回收起来 我相信这个地球呢 也因为我们人类呢 懂得爱惜这样的一个物质呢 我相信这个地球呢 暖化的问题或其他的问题呢 将会逐渐的减少 那地球的生命呢 也得以说我们人类懂得 爱护这样的环境 爱护这样的一个物质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地球得以留下一个美好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给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 感恩大家感恩 我出生在一个小乡村 当时家庭条件很差 那年我刚满十岁 母亲因为家里贫困 外出打工 而失去生命 当时我年幼的我 当时我年幼的我 无知不懂事 因为妈妈走了 还有爸爸在 可是不久 爸爸娶了一位年轻的女人 所为我的继母 原本以为可以从事母爱的我 曾不想到 继母没有对我付出关爱 反而让我保尽泪水 在我父亲外出打工时 要求年幼的我 干许多繁重的家务活 一旦做出事 就会被挨打 而且也经常不给我饭吃 那时在我同年的记忆里 我几乎每天都要受到这样的打骂 正是因为害怕 所以经常不敢回家 躲在母亲的粉对旁 哭泣着睡着 抱歉 十六岁那年 我独自离开了家 一个人流浪在外 那种无助与冷漠 倍加强烈 也许上天全部 让我不久 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阿姨 是她收留了我 并且给了我母亲般的关爱 让我练书 学习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感悟到 人情的存在 与温暖 毕与温暖 毕业以后 在工作中 我又遇到不少的好心人 帮助我 帮助我 指引我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人生的可贵 与生命的真谛 而曾经对于生命意义 之意的我 现如今 已经能平静地呼吸着 老五 老以 及人之老 幼 幼以 及人之幼 抱歉 这是梦子 对理想 社会的期许 在这个世界上 比我命运坎坷的孩子 何止万千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献出你们的 一份关爱之心 让那些 在贫困的 贫困生活中的孩子们 和需要帮助的老人们 感受到这份温暖 同时 你的生命 也因此有了更大的价值 你也会因此有了更多的喜悦 同样的 你也关爱了你们自己的生命 才子今天 阿瑞日宁子轩 已经累计 资助了47名贫困儿童 完成学业 我们的规划是 在未来的五年里 建立一个可以容拿500名 贫困儿童 可以上学的学校 儿子的他们 跟我们一样 都有着梦想 但是他们 又小的心灵 天真的心灵 容易被走入雾去 所以需要我们 去牵引着他们 走向未来 我的演讲有点不好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 谢谢 大使非常年轻 可能说的也不是特别流畅 但是我能 我挺感动 我觉得就是 在用真心表达自己的这种关爱 我们党的十七大 在十一五期间 确定了慈善事业战事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特别我们中国的恶极政府 也加大了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就慈善事业买草案 这个慈善事业买草案呢 这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未来准备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律 那就说已经多次修改了 已经纳入了国家的正式的立法计划 但是呢 就说十一五期间 我们要看到有些什么问题 就说可以这么说 中国的慈善事业 基本上还处于一个萌芽状态和起步阶段 慈善捐赠总量与人均捐赠数量 相对国际发达国家还比较少 慈善法规政策与慈善事业发展严重不比较 慈善组织自身能力与承担的社会责任 严重不协调 还就是我们慈善的专业名产严重不比较 因此我们民政部公布了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直到刚样 7月15号正式公布 我们这个方案很特殊 暂住每年的寒假暑假 他要来当赤工30个小时 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帮助的学生 不是只有拿钱 我们希望他有感恩回馈的心 他没有感恩回馈的话 我们是给他帮助 如果他有感恩回馈的话 我们不只给他帮助 另外下一步叫做展翅计划 什么叫展翅计划 就是帮忙他同时是学得工作技能 甚至学得怎么去创业 怎么去服务广大的人群 不是光拿钱 光拿钱并没有办法 他老是恶性的心怀 老是他求那小孩子 所以我们这个方案 赶不出钱 只要是帮忙什么 帮忙那些高中生的小的人 赶快做过这方案 学得感恩的心怀 然后学得一气之能 然后毕业之后改善家里面 然后斩断拼穷的根 十二个轮子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前刀 你看我现在做的轮子有四个轮子 我们的手心不再是向上 而是我们要在里面歇习 大家首先要歇习向下 来能够给你 亲爱的公益伙伴 我想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可是拼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儿少老产妇女 各样的住人事业 我特别喜欢经济学 喜欢神经 经济学就是最小的投入在最大的产出 因此我就想 我们人生要做什么呢 我想赚生意 赚一切的名利全是都好 所以我在自己在事业上 其实有好机会的时候 我决定到台湾最南端 很乡下的幼儿院去服务 回首这23年 我好像失去了价格 跟我一样平行的主管 他们现在都开Benz的汽车 他们年所得大概有四五百万 但是我看我自己 我的所得 我当我走到育幼院的时候 那一年我33岁 那时候年所得也可以是百万 但是我去那里 一个月98千块 是年所得十万 但是我知道 我放下价格 但是我要换取价值 那个价值不是十倍 不是百倍 它是一个无限的延伸 我离开 1个月 我毕业 非常远 一整天 我毕业 就是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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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